来 海棠 好 海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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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棠你别走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恨我 难道我不应该恨你吗 我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还想去看看你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对了 我听说你生病了 你现在好点没有 好点没有 好 你觉得我能好吗 你觉得我能好吗 老元雪 你 你们老家 你们把我当傻子一样 把我当傻子一样说得断断转 你就不让他造报应吗 puts我 对不起 是我让你说委屈了 对不起 你知不知道 我的一生 我这一生 全都被你给毁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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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 大半夜的你怎么回来了 我 姐想你们了 所以就回来看看 不对 我刚才好像听到争吵的声音了 夏和 你听错了 院子里凉 咱们进去吧 走 姐 你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嘘 小声一点 别把娘吵醒了 那你快告诉我 你怎么从郎府跑出来了 还弄成这样 夏和 天不早了 你赶紧睡吧 不行 师父姐夫欺负你了 你不告诉我 我这就去朗家问个清楚 夏和 我 你坐下 我被骗了 为什么 骗什么了 我嫁的人 并不是朗月轩 而是他哥哥 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朗家人一起设的圈套 什么 所以 刚才在门口的那个是 朗月轩 对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还放他走 像他这种人渣 根本就配不上你 凭什么玩弄你的感情 我现在就去郎府 替你讨回宫的 夏和 你别去 就算你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而且他们朗家人多势众 万一伤了你怎么办 姐 我不怕 难道你要认命吗 我当然不会 我刚刚就是偷跑出来的 对 跑得对 姐 咱们赶快收拾行李 马上离开 离开昆杨 去他的朗李春 去他的朗月轩 咱们走 咱们换个没人的地方 咱们离开这儿 姐 姐我们走吧 夏和 咱们不能走 为什么 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少奶奶吗 不 当然不是了 夏和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当初来这儿的目的 真好看 谢谢娘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啊 娘都给你做一件 而且一件比一件好看 因为我们的小海棠 越长越好看了 好大的雨啊 海棠 爹 爹 回来了 爹 好儿子 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 好想你 有 怎么想 哪里想 爹 你看娘给我做的衣服 好不好看 哇 太漂亮了 原来你娘还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衣服呢 爹 我也要 我也要嘛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小姐姐抢新衣服呢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 你娘也会给你做一件的 不着急 爹 我的生日礼物呢 对啊 还有你的生日礼物呢 爹怎么会忘掉呢 给你准备好了 来 看看 爹给你买了什么 哦 在这儿呢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公师傅 海棠爹 有人找你 哦 好 你等一下 我回来给你带 得嫂 怎么回事 顾师傅 有人找你帮忙 哦 好 谢谢啊 再见 来来 顾师傅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啊 怎么了 有一户人家 着急让我过去一趟 爹 你一定要回来陪我吃长寿面呢 好 你放心 一定回来陪你吃长寿面 来 爹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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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棠 这面都凉了 快吃吧 别等了 不 我要等爹回来 这么晚了 他大概明天回来了 爹答应过我的 今天一定会回来的 吃完了面 他还要送我生日礼物呢 那你也先吃了饭再等啊 爹答应我的 我也要说到做到 你爹他去困养了 他去困养了 娘 吃饭了 吃饭了 娘 吃饭了 海棠 你爹回来了吗 你爹在哪儿 你爹回来了吗 他在哪儿 爹 爹他出去工作了 现在还没回来 他出去工作了 他怎么还没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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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他不要我们了吗 海棠 他不要我们了吗 你快去找找他好吗 他不要我们了 海棠 他 不要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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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开 不要过来 姐 这么多年 辛苦你了 你要是累了 你就可以在我的肩膀上靠一靠 反正你记住 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 下河 我经常都在想 如果咱爹还在的话 那咱们家的情况 是不是就能不一样了呢 如果爹在 如果爹在 就不会让你受这么多委屈了 还是怪我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 没有把你保护好 海棠 海棠 娘 找到你爹了吗 他在哪儿啊 他什么时候回来 找到了娘 我爹今天工作忙 可能要晚一点回来 你先休息吧 对对 先休息 那你们去睡吧 我来等他 快去吧 娘 我和下河在这等就行了 你先去睡觉 对 先回去休息吧娘 爹回来我叫你 下河 你记住 爹在哪儿 咱们就在哪儿 可是姐 那你怎么办 明天天一亮 朗家一定会发现你不在的 他们一定又会来把你抓过去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我会有办法的